赵薇当年因为环珠哥哥走空,如今二十年过去了,赵薇早就嫁入豪门,身家早就金飞西比,赵薇在王妃的介绍下,认识了富山黄有龙。 婚后跟着黄有龙经商,如今的赵薇拥有自己的事业,已经是娱乐圈里的名副其实的小富婆了,赵薇还生下了可爱的女儿小四月,赵薇的女儿今年八岁了,长相和赵薇很像,大大的眼睛简直和妈妈一模一样,赵薇经常晒出女儿的照片,但其实很少人知道,赵薇和黄有龙还有一个儿子,叫小宝。 哦,小宝是黄有龙和前妻所生,因为赵薇很少提提这个儿子,所以大家都不知道,赵薇从不提提妻子,这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关系不好。 其实赵薇在和黄有龙谈恋爱之前,就知道小宝的存在,小宝也很乐意接受这个后妈,因为她小时候很喜欢看环珠哥哥,反复看过很多次,最喜欢小店子, 所以对赵薇这个后妈不排斥,两人关系非常融洽,黄有龙和赵薇不公开儿子,是因为害怕她受到影响,于是从小就把她送到国外读书,远离娱乐圈。 小宝今年已经二十岁了,长相非常帅气,很像爸爸黄有龙。 作为哥哥,小宝也很宠爱妹妹小四月,难怪赵薇甘愿当后妈,还一直不愿公开她。 小宝是个贴心的哥哥,和妹妹小四月感情很好,很宠爱妹妹,原来已经有这么一个懂事的儿子了。 难怪赵薇和黄有龙,没有计划再生一个,小宝虽然不是赵薇亲生儿子,但赵薇对她很用心,是如己出,一家四口其乐融融,非常幸福。 赵薇当年和黄有龙结婚,连婚礼都没有举办,这令人感到遗憾。 虽然黄有龙是二婚,但赵薇还是第一次步入婚姻殿堂,没有穿婚纱也是挺遗憾的。 不过赵薇黄有龙结婚十年了,一直非常恩爱。 如今四十二岁的赵薇虽然生过孩子,也是越活越年轻,肌肤依旧洁白细嫩,还有傲人的曲线让人羡慕不已。 据知情人爆料,她平时长出一光吃吃,是从网上面找来的,让人羡慕她的傲人身姿,跟着学了数周,小肚子已经消失了。 赵薇嫁给黄有龙之后,跟着黄有龙学习经商,如今已经拥有自己的事业,是娱乐圈的女版巴菲特,身家不菲,赵薇现在很少拍戏,大部分时间拿来陪伴女儿和儿子, 希望小四月健康成长,儿子学有所成,将来继承黄有龙的事业。 难怪大家都说赵薇是人生赢家,互动,你觉得赵薇为什么不举办婚姻? 感谢观看教训